不知道啊 现在就不知道 县城拉起封锁线 浓烟从水沟窜出 还带有刺鼻臭味 民众戴起口罩 拉起衣服 捂住口鼻 周五晚上九点多 台北松山区市民大道 准排餐厅 原本是生意正好的时候 却因为突然停电 一片无气麻黑 我全部客盲的时候 就跟看鬼片一样 突然在嗓 安抚客人的情绪 然后我们还有在后卫的客人 在排队的客人都要安抚他 台电人员围在洞口检查 原来是地下的低压电缆 整条烧掉 附近九十六户停电 午夜前复电六十户 但剩下的三十六户 超过十五小时无电可用 直到隔天下午一点才复电 夏天的大家用电量也高 整个负载过大 如果架空的直接换很快 那这个地下呢 你必须要去挖管路 后必要再去冲 空间再换 所以那公司会比较久 汽车呼啸而过 民众左看右看 就是不敢过马路 因为停电造成交通号制停摆 即使复电了 红绿灯还是不亮 路人骂声连连 那边过来是绿灯 那我们不知道 如果这样冲过来怎么办 这样很危险 就是啊 我们就要看 奇怪那公车怎么没有停 都睡不着啊 没办法睡啊 这种天气实在受不了 所以我就请他们带老婆去开饭店好了 有民众热了一整晚 有的人住饭店 也有人借住别人家 好是中午修好了 今晚可以吹冷气 一夜好眠啦 民事新闻 杨思敏 杨伯爵台北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